好,通过之前的一些例子,我们对Crotens的一些概念,包括它用到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名词,都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 然后我们也知道对于在Crotens之中,如果我想声明一个Crotens,其实你只需要使用这个SortPen的去声明它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去运行它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如果去运行一个Crotens。 就是你直接把一个Promo方法用SortPen的标记它,然后里面去写你相关的那个API就可以了,但是总之你需要有一个入口吧,入口呢其实有,呃,其实有俩啊,其实有俩,这个runblocking,我们先看一下runblocking吧,runblocking其实主要是用来在main函数,或者说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去使用,它是用来连接阻塞和非阻塞的一个世界, 也就是,几乎我们就用不上啊,几乎就用不上,包括我们之前写的这个例子,我也把它改了,我看一下这个Hello World,之前是,肯定是改了啊,我看一下Hello World,一个区别啊对,我把这个runblocking给去掉了,原因是我看了一下它底层的圆码, 我们带大家一起点进去看一下,呃,string invoke,这边本身这个test的,这就是我们写的那边回调函数啊,就是这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写的实践啊,就这一块,这就是我们那个,就它这个定义的这个test的,那test本身是一个SortPen的,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test的什么会被调用,在这被调用,那它调用的时候,它指定了一个叫string spec scope,给指定了一个crotein的一个context,因为你这边是sortPen的方法,对吧,它给你指定了一个上架文,所以,所以不用担心太多啊,就是没有什么担心的,因为它已经指定了,把你已经纳入到一个crotein的上架文里面了,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测试框架,它做的啊,它已经做好了,所以如果你只是在main函数里面去执行这段代码,你还是要加一个runblocking,但是现在这个框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crotein的上架文,也就是说,你使用这个runblocking这段代码,其实是提供一段crotein执行的一个上架文,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上架文,好吧,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上架文, 这个,那既然它已经有了,所以就不用了,那我们直接运行一下看效果吧,tbug,我这边加了一个,让它暂停5秒,就目的就是说,它正常会打印4条嘛,对吧,如果说,哎,你这5秒我没有去等的话,那它其实只会打印前面2条或者3条,什么的,那事实上它打印了4条,对吧,main,开始,start,finish,然后for,fake,start, 这就OK,那这种效果就达到了,所以runblocking我们几乎是用不上的,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过了,好吧,这个先过了,然后文档,我们继续看,launch和async方法,这个launch和async方法,launch是准确的,我们一般是这么写,叫globalscope,先不去聊这个scope是什么,它基本上是这么, 去写,然后async呢是这么去写,这俩的之间的区别,我这大括号就不要了,好吧,这个反正都是function,async呢是有返回值的,而这个launch呢,没有返回值,然后你要真正的去执行它,你要执行它的join方法和await方法,要不然的话,它只是声明了一个,叫croteins,只是声明了一个,它也有它相应的上下文,也就是说,你这个search search pen的这种直接写的这种方法,它并没有跟它分配真正的,呃,执行环境啊,你要在执行的时候,必须得给它分配一个context,也叫crotein的context,关于crotein的context,下小节我们再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如何去做,这俩是一样的啊,这两,这两个launch和async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有反位值,一个 这个没反位值,那我们这个例子呢,就写一个有反位值的啊,这个,这俩有方法还不一样,一个叫join,一个叫await 嗯,其实都可以叫await吧,哎,无所谓了,反正它,它这个API,它自己这么去起的嘛,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async的一个 例子,async呢,我,哎,这个,这个测试的这个名字下起的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然后这边有一个方法叫measuretimeminutes,就是 计算一下这段方法,它啊,花了多长时间,那你看这个block,它是一个 它是什么方法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方法,它都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方法 呃,那这段的代码呢,它是这样的啊,这段代码就也不能成为一个suspen的方法了 那原因是,你看啊,我这边声明了一个它的上下文,这个上下文指定了之后,我这边await 这就,其实就已经切换到一个,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唤醒吗,resume,其实就是在等待唤醒,suspen的,然后等待唤醒它 那这个方法呢,我们看一下啊,one的话我等待一秒,然后two的时候我等待 两秒,就可以了,反正async是有反位值的嘛,对吧,你就可以拿到反位值,那await呢,await拿到的才是反位值啊,我错了,我说错了,await才会去真正的去执行,然后拿到它的反位值 前面这俩只是声明,嗯,我们看一下效果吧,它最终正,正常的执行结果呢,我是判断它是在两秒,它最终这个time啊,我是判断它是在两秒到三秒之间 因为这个是illians嘛,对吧,mills,这个mills是什么,等一下啊,milisecond,学个单词啊,milisecond 我天,右边这个广告做的好白呀,这娘们 我们继续吧 那它是musecond 那就是一秒是musecond是1000musecond 所以我要这么去写 它肯定是大于2秒,但是肯定是小于3秒 你总得给这个什么编译器啊,这些给它一点时间嘛 就是或者给JVM一点时间嘛,它执行也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看一下具体这边我也把它具体执行时间也打出来 但是这边我有着这个日志 其实这些都可以看到啊,我们看一下具体它执行的时间 反正一共才2秒嘛 那一马上就打出来了 看一下效果,这边有时间 657,682,683 那这中间差了2秒多一点 那这个是2031 实际执行花了是2031 实际执行花了是2031 然后1加2等于3 那result就不用怀疑了 这个一定是3 这个一定是3 当然我这边也可以写一下 嗯 result there should 就是 b3 3 这个虽然叫透露骨子放屁 但是测试就这样嘛 测试 本来就是编码 测试本来也是代码 所以你得给 做预测嘛 这就ok了 那这个代码 也没什么复杂的 对吧 不过这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啥呢 就是你这个await的时候 你不能声明和 如果你把这段 移到这个await这 那你的方法 它实际支撑时长 应该是 大于3秒的 我演示一下啊 我们就在这演示一下吧 直接写 VL result 等于 那他的 点await 你只要掉await 他就马上就去执行了 然后他呢 呃 点 wit 这样呢 是一点 我觉得是他那个编译的时候 的一点小bug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块代码 应该会报错 因为他不应该 他的执行时长 应该是大于3秒了 好 报错了 那这就就 就这么神奇 他应该大于3秒了 实际执行时长 花了3秒092 所以他肯定报错了 他30秒092 不在2到3之间 那这个我也只是 只是举个例子啊 给大家演示一下 也就是说 他有点小bug 不要去从网上去去搜什么呀 网上可能搜到很多的什么描述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有一篇文档 再讲 再讲这玩 我把它关了 忘了 我找不到了 反正不管了吧 这个这个例子 你记住 就是先要声明 你如果想重新执行两个方法的话 你就这么写就可以了 同事执行啊 不分相互顺序的 如果你想分相互顺序 那你就 呃 就await 之后再去做 就应该没有这种方法吧 你就 呃 等待他然后再去 再去计算 呃 或者这么看 直接你这个方法 不是你要按顺序执行吗 有点await一下 不就行了吗 对吧 你想按顺序执行 你就await 然后之后再去做计算 也可以 呃 我怎么说呢 那那我们再再再 再也是一个吧 对吧 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我们再 等一下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就 ok 那我再再来一个例子 他还有一种变种 就是 这么写 1加2 你觉得他 他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你记住啊 你只要await之后 他就马上去执行了 所以他的效果 还是会大于3秒 我都不行 不用想啊 他一定是大于3秒 其实你就相当于把一个eep的代码 变成一个同步的代码了 强制变成同步的代码了 因为你只要await的 他就会等待 哦 看一下效果 对他大于3秒了 3035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你直接这么写 和你和我现在这么去写 其实是一样的 但 但是如果你想 让他真的是达到异物效果的话 你就 声明和实现 执行分开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一块啊 你就对于一个语言而言 出现这种问题 说明他是有一点bug的 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这算是一个bug 也不算是个bug 反正我不去纠结他的是不是bug了 反正这个sync这个API就这么去使用 好吧 我们不去探讨它的原理了 嗯 好 那我们这一小节就算是结束了 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啊 这个文档这块是要干嘛 就是如何去执行这个croutines 对于执行croutines 你就需要给他分配一个上下文 分配上下文的话 对runblocking 基本上我们就是用用不到了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用的测试框架是这种 courtneyn ko test kotest的测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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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已经帮我们封装好了 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个runblocking 既然不用呢 我们就直接去把关注点放在async和launch上 其中launch是没有返回值的 async是有返回值的 而这个launch呢 你要去执行它的话 你要调它的join方法 而这个async你要调它的await方法 其实了解到这也就够了 然后后面的至于是先调await 还是后面再去调 这个你就多做测试 你就知道了 好吧 这个不去区分这几种写法了 就是这相当于我觉得这 这相当于写什么呀 回字的有几种写法 这无所谓是吧 我们学习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后 时间久了你也不会记得说 啊这个我不可以直接点await 这种这种 这种很容易让人造成误解的东西呢 就靠测试来保证就完了 好那这小节结束